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Doka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搭建VUE的开发环境 为什么要用Doka搭建一个VUE的开发环境呢 是因为比如说在咱们这个项目当中 如果您使用VUE开发一个WebAPP 对吧 您要在您的本机装好多的东西 比如说第三方库 VUE的命令行工具 让您的本机非常的臃肿 有天比如说我就不开发这个VUE了 我要开发一个别的项目 那这些程序还存在您的本机 这样的话这本机会越来越大嘛 对不对 那么咱们解决 其实很简单 咱们用Doka 简单的搭建一个VUE的开发环境就足够了 今天咱们就来做一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咱们先下载一个Doka Node.js的镜像的应用 然后咱们在这个镜像里面 咱们去安装一个VUE的命令行工具包 该怎么做 今天这期视频 咱们会用到Doka的Node.js的镜像 咱们起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官网 咱们会用到它 目前最稳定常约支持版是12 那今天咱们就使用它12的版本 大家请看支持Tag 有14吗 咱不管 咱找12 好吧 OK 那我找12的是这个Ubuntu的爸爸 是吧 Debian的版本 那今天咱们就装这个版本 先扫叙 马上开始 首先咱先把Node.js的镜像下载到本地 好 马上做 我开个终端 基本上的思路就是说 咱们下载一个Node.js的镜像 然后把它打包 然后再打包的时候 给它安装VUE的各种各样的插件 就足够了 咱们先扫叙 马上开始 下载完成 咱们看一下 DokaImage.js 大家请看 这个是咱们刚下载的 对吧 好 然后咱们该怎么做 马上接着往下做 首先 我在本地建一个我的原文件夹 是这样 咱们以后在Doka镜像里面 咱们设置各种各样的VUE的开发环境 但是咱们开发的Source 还是应该放在本机 不应该放在容器当中 对不对 那么咱们需要在本机建一个原代码管理的文件夹 咱们就叫SRC 马上开始 我先清一下屏 然后进入我的工作目录 进入我的工作目录 然后咱们建一个SRC的目录 好 接下来 咱们在工作目录当中 就需要打包建立VUE开发用的镜像文件 马上开始 NanoDoka 然后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之后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好 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 第一行是咱们引用哪个Node.js的镜像 没问题吧 第二个 是将本地的SRC的目录 加入到咱们容器当中APP目录下 然后把容器的APP目录设置为工作目录 好吧 然后这个是做一些本地的环境变量的设置 然后是容器当中进行各种各样包子安装 在这地方 你看比如像我加了一个Crew Nup Git Nano 您还可以在这边加更多其他的 都可以 加完之后最后一行 是因为这个容器一旦生成完之后 其他的包子就不想要了 所以最后一行把这些信息库信息删除 这行RM您也可以不要 好 那咱们这几行是加入容器中必要的库 加完之后 大家请看 我在容器当中去安装VUE命令行工具的最新版本 这后面是您可以指定版本号 目前我要装的是446 好吧 OK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Docker文件咱们做完了 马上把它进行打包 打包成 大家请看 Coma下面的VUE命令行工具4 然后版本号 或者是Tag号 我叫0.1 注意后面这个小点也是要 指明当前目录 好 开始 退出 Go 打包 这个打包过程 它会在咱们容器中 装上一些 咱们刚才写上那些第三方的依赖库 OK 打包完成 咱马上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在咱们本地生成一个咱们自己的Doka镜像 先清一下屏 大型出来了吧 ComaVUE CLS4 然后是版本的0.1的版本 好不好 OK 居然是大型的 居然是1.18G 比较大 主要是Node.js的Debian站的容器比较大 好 咱们打包完之后干什么 运行一下 怎么运行 这行命令 把它运行起来 同时把容器内启动的这个付冻 8080映射到咱们容器外 让咱们可以访问调试 对不对 好 马上开始 Go 稍等 运行起来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看一下容器运行的情况 运行起来了 没问题 同时端口也映射成功 那么怎么办 咱们首先 因为是这样 咱们刚搭建这个容器 这个8080端口虽然映射好 但是还没有开启任何的服务 对不对 那么咱们需要进入这个容器 做一些简单的配置 并且建一个项目 对不对 好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 我先进入这个容器 清一下屏 好 进来之后 干什么 首先 咱们在打包容器时 已经安装了VUE的最新版本了 对不对 所以说咱在这地方 应该是可以执行到 看到它的版本号 这个容器说明 咱们已经安装了 VUE的命令行工具446 对吧 OK 那么干什么 首先 我先把我的环境 做一个简单的设置 比如说 我最常用的这个RL目录 它是没有 列目录的命令 它是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我简单的把容器 做一个简单的配置 在最下方加 加上我的四行 可以做彩色显示 等等等等 一些设置 好 加上之后 退出 然后退出容器 重新进来 再打SS 就能看到了 对吧 OK 这个命令 RL就可以用了 对吧 好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是这样 咱们在容器当中 用VUE命令 来建工程 维护工程 对不对 那么我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配置 配置什么 配置 比如说 我想让我的这个今后的工程默认值 让我这个工程的默认值 不使用淘宝信息库 并且使用NPM 这个地方我就不叫样了 它默认是样 我使用NPM 可以吧 OK 我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默认值的设置 设置好之后 干什么 马上建一个咱们的工程 清晓屏 我现在是在容器当中了 对不对 OK 那咱们干什么 建一个工程 咱们还记得这个VUE命令使用方法 对吧 VUE 空格 Create 空格 MyWeb 当然您打这个VUE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选项 好 那咱们开始建一个工程 Go 好 他问我是不是要做这些设置 其实咱们用VUE的UI版本 也都能够完成相同的功能 但今天咱们都用命令行工具进行完成 OK 工程建立成功 LL 看一下 没问题 有这个工程吗 对吧 OK 然后他说 他请看 他这个写实了 进入这个项目 执行启动这个服务 对吧 这个服务 默认的端口号是8080 所以说咱们启动这个服务之后 这个8080会映射到咱们本地网卡 那咱们本地网卡 就能够访问的到 对吧 咱们试一下 首先进入这个目录 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执行这个工具 来启动我VUE这个工程的服务 启动起来之后 然后咱们开一个浏览器 在我浏览器里面 咱们敲上咱们本级IP 这是8080 应该就能访问到容器里面的服务 咱们试一下 大家看出来了吧 我本地没有开任何的服务 现在这个8080 其实是映射到咱们VUE 这个容器里面的服务中去了 然后再在里面改一些代码 在这个地方都能够生效 同时我再开一个终端 我再开一个终端 干什么 咱们这个终端下 有一个SRC的目录 对吧 进入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咱们刚刚建的 这个容器文件夹 换句话说 咱们在本地 比如说咱们开一个VSCode 然后咱们去更改这个代码 然后它会动态的编译 咱们在647中 就能够随时的及时响应看到 也就是说 咱们在本地 并没有安装VUE的任何的工具 但是咱们在本地 却能够调试VUE的应用程序 您觉得是不是很方便呢 一旦有一天 我不开发了 这个容器 我可以把它打包 然后存到我的GitHub上去 我的容器文件 DokerFile 存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哪一天想用的时候 我随时就能够建起开发环境 真是非常的方便 总比在本机 为一个项目 再设一套开发环境 就要强的很多 您认为不是吗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得的内容了 不知道您听明白 听明白 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您按照我的课程的步骤 一步一步操作的话 您就能够搭起一个非常快速简便的 VUE的开发环境 推荐给您 我今天的课程的代码 会放到GitHub上 同时 下面是我的官网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YouTube频道 我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最新的技术课程 希望您能够喜欢 好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入视频再见咯 拜拜